7月31日李文桑李 据港媒报道追思会临近结束时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突然在灵堂激动高喊 有人害死我妹妹 大姐李秋林则解释称 李思琳的意思是她害死我妹妹 那个栓人害死我妹妹 港媒称李思琳高呼后直播便被消音处理 一度失去了现场的声音讯号 据悉李文桑李 李文老公和乐一鸣和两个妓女也来到了现场 虽然李文老公还没有和李文办理离婚 但是灵堂前李文老公和两个妓女 都坐在第二排 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家属席 姚谦珍妮肖亚轩等九人致辞 李文的老公则坐在下面一言未发 事实上李文离世后 李文的具体死因一直都没有公布 此前有媒体报道李文是割腕自杀 李文的家人进行了辟谣 又有消息称李文是被呕吐无业道 窒息而亡 也被李文的家人辟谣了 李文的家人透露解剖后才能知道具体死因 不过李文家人并没有向外界透露 李文是否有解剖 确定死因 两个姐姐在丧里情绪激动 可能是受到李文老公的育民现身的影响